帕克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2014年的公路榜眼前锋帕克 Jabari Parker曾在行秀赛季经历前交叉任戴斯列德的伤势 今年2月再次因为这个左膝的旧伤而倒下 而他日前在设访时分享了伤病带给自己的心态成长 并表示自己并不急着付出 帕克说现在我经历的这些会创造出好的事情 没有任何事情比经历困难更可以让你学习生活中的一切 对于再次经历这种伤势 帕克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在队友自姆格雅德托昏波 Giannis Antetokounmpo 达出历史及开机表现的带领下 公路队目前在东部排名第五也让上级场均20 1分6 2篮板且创下生涯新高的36 53分命中率的帕克可以安心养伤 任何事都要循序渐进 所以我并不需要赶着做任何事 实际上就能够看下来 我并不需要赶紧的帕克 还可以安心的帕克 也不需要赶紧的帕克 提供 下级多助在我